1965年8月 印巴爆发了第二次大战 印度借着军事实力上的优势 很快就占领巴基斯坦大部地区 面对来势汹汹的印军 八方军队一溃千里根本无力招架 眼看这个国家将面临灭亡危机 八方领导只能四处奔走求远 可美苏英盟友纷纷冷眼观看 不愿插手战局 关键时刻 中国挺胜而出 站在了巴基斯坦一方 毛主席更是向印度下达了72小时的最后通帖 无奈之下 印军只好停火并拆除侵略攻势 第二次印巴战争就此和平解决 可实际上 当时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远没有现在这么好 那么为何中方会顶住压力 为八方雪中送炭呢 印巴分支之后 由于英国殖民者的狡猾和阴险 双方因为遗留的克什米尔地区 时常爆发冲突 但由于巴基斯坦的总体实力不如印度 因此在种种冲突中 总是处于劣势 1964年 位于两国边境的库奇莱恩地区 发现巨量矿产和石油 这很快引起了印巴两国高层的注意 其实 库奇莱恩面积近两平方公里 位于印度和入海口 因地势较低 每当雨季来临时 必然会遭淹没 919之形成了 严检沼泽地 所以印巴对此都不闻不问 不过在1947年至1956年 巴基斯坦在这里建立警察哨所 开始了实际掌控 所以1956年时 印度也注意到了这里 随后也顺理成章建立了哨所 不过当时印库奇莱恩没有价值 因而印巴两国相处还算和气 可当得知这里地下拥有石油矿藏之时 库奇莱恩的气氛就变得异常紧张 印巴双方更是加紧增兵对峙 1965年2月 印军在空军的掩护下 快速拿下了库奇莱恩北部区域 巴方自然也不甘示弱 随即也紧张行动起来 一时间 印军剑拔弩张 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但印库奇兰地势狭小 无法展开大规模作战 再加上英国首相调停 双方这才约定停火 然而 在签订协议当天 印内政部长就公然来了个下马威 克什米尔是印度的 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与此同时 印方仍然在不停朝着边境集结军队 对于印方违背停火协议的举动 巴基斯坦也朝着边境一带大规模囤兵 1965年8月 自由战士穆斯林游击队进入硬控克什米尔境内 攻击了印军的补给仓库和哨所 想借此威胁印军及早撤离 然而印军军事实力比巴军更胜一筹 等印度赶到时 这些没有专业作战经验的游击队成员 根本不是印军的对手 所以战争打响没多久 游击队就有5000多人被消灭 取得小胜之后 印度方面并没有停止动作 而是越过克什米尔停火线 朝着八方控制去猛攻 相继占领了多个八方军事哨所 就这样第二次营巴战争正式爆发 2月31日 巴基斯坦高层召开作战会议 制定了反击印军的大马怪行动 9月1日 双方战斗更为猛烈 尽管印军嚣张至极 但巴基斯坦并未任人宰割 他们凭借着坦克 重火炮等武器 给印军方面带来很大压力 战场一度进入僵持局面 为了改变战场局势 印军随即派出空军志愿作战 可在巴军的奋力抵抗下 印军仍然节节败退 大量坦克直接被遗弃 给巴军捡了个大便宜 眼看着印度似乎要被巴基斯坦给战败 9月5日 印度政府发布动员令 其电台也传来一则讯息 德里未来两天内将有大雨 其实德里当时并没有雨 更别说大雨 这是印度大规模进攻的信号 9月6日凌晨 拒谋已久的印军发起了大规模军事攻击 而当时的八方高层并没有料到 印军有如此大的阵势 无奈之下只能慌张派兵作战 可没想印军火力太猛 前线的八军部队一败涂地 不少地盘再次被印军占领 无奈之下 八方领导人连忙请求外援 希望借助外援能够反败为胜 八方领导人第一个寻求援助的是美国 因为在此之前 美巴曾签署过多份条约 巴基斯坦更是从美国那里得到过许多的援助 因此此时的巴基斯坦希望这位老大哥能代代自己 但美国拒绝了 事实上美对八方的任何援助都是有战略意义的 巴基斯坦说到底只是美军的棋子 除了遏制苏联军事扩张 美国还是想借此地理位置 染指周边的产油大国 而且1965年时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 因为他们发现了更有价值的棋子 印度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 面对巴基斯坦的求助 美国称二者签署的双边军事合作协定 只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 而印度并非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印巴冲突不符合该协定 无法提供援助 其实就算不符合协定的要求 美巴还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 美大可借此为由对巴基斯坦进行支援 但实际上美国不仅没有进行援助 反而还扣押了八方 从美国购买的大量武器装备 这无疑给巴基斯坦再次增添了巨大的压力 无奈之下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又连忙去往英国 寻求英国的援助 在八方领导人看来 印巴军为英联邦成员 且之前印巴武装冲突时 英国都会主动调停 而往年英国也为巴国提供过 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因此这一次求助 想必英国领导人不会拒绝 但他们哪里知道 英国向来都是看美国脸色形势的 见到美国都袖手旁观 英国自然更是直接拒绝了八方的请求 无奈之下 八方领导人又决定寻找苏联的支援 但是对苏联而言 相比于巴基斯坦 但更喜欢印度 要知道当时中苏交务 印度在中国南面 因而苏联想要挟持印度 从而牵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苏联不仅没有答应巴基斯坦的请求 反而暗中为印度输送武器弹药 求有无果后 巴基斯坦的官员也在媒体面前哀叹 巴基斯坦已被全世界抛弃了 我们输了 但是 本着死骂当活马医的想法 并及乱头医的巴基斯坦 中国 不过巴方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毕竟此前中巴两国并不是那么友好 甚至为了迎合西方 巴基斯坦曾屡屡在国际上针对中国 但中国并非小度机长的国家 帮助巴基斯坦 即使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 也是本着结交好友的初衷 所以中国出手了 其实中方早在舆论上就支持过巴基斯坦 中国政府曾表示 印巴大战是印度赤裸裸的侵略 中方反对印度的侵略行为 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并主张因和平谈判边界争端问题 但是与印度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1965年9月10日 印巴在查文达一带决战 印巴方遭印军埋伏 所以伤亡过大 而印军又凭着兵力上的优势 对拉赫尔进行了包抄 截断了巴军后路 一时间巴军成了瓮中之鞭 如果拉赫尔查文达全部丢弃 那巴基斯坦将遭遇灭国之载 为此 阿尤布总统只能不断写信求助中国 希望中方能出兵干预改变局势 面对八方多次寻求援助 中方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严肃的讨论 但始终没有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法 不过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庆祝晚宴上 谈到印巴去世时 毛主席给出了明确指示 我们应该援巴抗印 并在和巴基斯坦交界的最近点出兵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 周恩来总理立马召起会议 并对具体出兵点进行探讨 一番商议后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在中印边界 中西边界纠纷地带出兵干预 就这样 9月15日解放军就兵分三路 分别朝向中印边界西段 中段东段三个方向 大规模集结 而在西段边界 解放军直接将军车开到 拉达克贝格奥尔迪地区 这里距离印度军事驻地 才不过500米 因东巴基斯坦兵力薄弱 只有一个失的兵力 一旦印度进攻 那东巴基斯坦就直接溃败 为此中方明确警示 如果印度向东巴基斯坦进攻 那中方必然会有所行动 9月17日 中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馆 递交强硬召会 印度需在三日内 拆除中西边界的侵略攻势 送走被劫持的中国公民 归还抢夺的牲畜 并保证不会在边境扰乱 否则一切后果将由印度政府承担 而后 人民日报刊发了这份强硬召会 而其也被国际上认为是最后通牒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 印军就时不时在中西边界制造摩擦 他们建造非法攻势 严重影响我国边界的安全 因此中国借边界纠纷 将印度发起正义之战 从而支援巴基斯坦 与此同时 周总理也在一国亲招待会上 也强硬回击 不管是克什米尔的冲突 还是印巴的全面战争 印度军委侵略者 严重威胁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国不能坐视不理 如果没有美苏修正主义的支持 印度都不敢冒险 面对中国的指责和实际的军事行动 印度确实害怕了 毕竟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 解放军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将印军打得落花流水 为此印度方面当即回应 如果中国发现该攻势 不反对拆毁 劫走的中国公民也可放行 对于印军霍西尼的回应 我国并不满意 随即又表态 中方要求印度19日前 拆毁中西边界的一切侵略攻势 而毛主席得知后说 只一天 时间太仓促了 还是改为三天吧 给印度一些时间 就这样 最后通牒在毛主席的提议下 改为了72小时 紧接着 中国又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 并送去了米格21战斗机零部件 一万发炮弹 以及无后座力炮 而这些武器援助 让巴基斯坦实力大增 我国的最后通牒 以及对八方的援助 不仅让印度大卫惊讶 同时也吓到了美国 美方担心中国介入印巴冲突后 将会改变其在亚太的战略布局 戒指美军在亚洲的军事战略 将受挫 为此 美国连忙介入印巴战争 并要求联合国调停 同时还要对印度方面威胁 如果中国介入印巴冲突 那美国将坐视不管 任何此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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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顺编达 顺佳 订阅 转发 顺 顺 顺区